你能不能先与我说一说 前朝精益密探的神法 要何人才有资格学 据我所知 能学到这种 没错 只有凌渊 你承认自己是凌渊乱党 三年前 我曾由立竿州 救下一名濒死的凌渊门人 你承认自己是凌渊乱党 凌渊密集 从不外传哪 他大抵 是想邮我加入凌渊 那你是不是偷学了他们的武功以后 在泽姬逃跑呢 正是 不对啊 你不是一心想找齐天风复仇吗 如果你学了凌渊密集以后 为何不加入他们 你们云台与凌渊素有恩怨 若我加入凌渊 日后如何与义父相见 不 天衣无缝啊 云台一世当今朝廷心头之患 而你却丝毫不遮掩自己云台身份 反倒让我有些怀疑 干吗 若想告发我 你也等不到今日 何以见得我对你留情 你两个眼睛里都是我 再看看啊 究竟如何 怎么办啊 身影 微微扭曲 却难掩剃躺本色 少自然风铃 你这话 没几个姑娘爱听 你该不是给我耍花招吧 金兄 手风不顺就歇会儿吧 不对啊 这我一上桌 你们为何一住不呀 我们自然是借你看明风向 这位小哥虽傻气 却是精壮 丫头 能赦账吗 肃日 从不赦账 但您竟然是苏公子的朋友 别 孟兰 别管 金兄输了三十两 那我就赦您三十了 直到分本为止如何 等会 好赌而不擅赌 当真害人 我还在想如何将她 留在我身边 好机会 想趁人之威 还说得如此坦荡 你们云台行事 就如此寡连贤持吗 行寡连贤持之手段 达光明磊落之目的 这与姑娘你偷学凌渊武功 异曲同工吗 你此行目的 不只是报仇吧 是 或不是 满口狂言妄语 什么你我联手 我看罢了 两位客官 先有点茶 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不叫你别过来啊 谢谢客官 姑娘 你果然是聪慧过人 没错 我确实是另有安排 不过我说要对付齐天锋 绝非虚言 我如何信你 本月之内 我会让齐天锋和他的曹帮 土崩瓦解 去留有你 不过你若决定与我联手的话 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你我各尽其责 曲长不短 不过我所托之事 姑娘莫问云友 待到事成之后 如果你还会清楚的话 我自当与你解释 我答应 但是我身负血海深仇 若是你中途有变 别说逃十息 便是逃百息 我明白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吧 你何时留情过 有罪华生 就有自取 不开玩笑 说正事 现在南都的商户 准备瓜分文老的产业 但是你要知道 这生意厂商多半是连环债 有文老欠他们的 自然也有他们欠文老 你是要把欠款 一一收回 正是此意 有劳姑娘 可文老已过世 谁还会认账 那就要看你的手段了 此事至关重要 事不宜迟 最好马上就起程 你可能马上会遇到不少难缠之人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啊 光说有何用 要么一起 欸 乌姑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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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